一花一世界,一夜一菩提 欢迎来到禅艺 人生之路充满了坎坷与心酸 有时候就像有据格言所说 能受苦方为致是 能吃苦不是吃人 人这一生 无论生活给予你的是什么 都得靠自己去经营 心酸也好,幸福也罢 你想要的一切只能靠你自己去奋斗 去争取 熬过去了 你才能做你人生的强者 熬不过去 只能平庸碌碌无为度过 微笑气质会越来越好爱笑的人 无论是放声大笑 还是离我浅笑 都会让人感觉非常的甜美 心情好 什么都好 心情不好 一切就都乱了 啊,爱笑的人独有自己的一份气质 这份气质 愉悦 年龄 衣着和外形 是深藏在内心的 生活因微笑而美丽 原来你不是在对别人微笑 而是对你自己 很多人一生都在自己气自己 自己跟自己较劲 我们真的需要学会微笑 你对着他笑 最后他也同样会回报你 微笑的笑是长在脸上的美丽 生活就如同一面镜子 你对他哭 他也对你哭 如果你想要他对你微笑 只有一种办法 就是对他微笑 有个小孩对母亲说 妈妈 你今天好漂亮 母亲问为什么 小孩说 因为妈妈今天没有生气 原来拥有漂亮很简单 只要不生气就行了 原来美丽很简单 多笑笑就好了 诗人泰戈尔曾说 当一个人微笑时 是 也便会爱上他 不论何时何地 不生气 才是美丽的智慧 笑是为人处事的通行证 雪莱说 笑是人爱的象征 快乐的源泉 清净别人的眉睫 有了笑 人类的感情就沟通了 楼下有几家小餐馆 生意普遍不好 唯独有一家人气很高 吃过几次 我就知道原因了 那家生意好的餐馆 无论顾客怎么刁难 店主脸上一直挂着微笑 他仿佛很享受这个过程 有次碰到一个非常难缠的客人 菜刚端上来 客人就大声嚷嚷 这菜一点味道都没有 让人怎么吃 店主也是不慌不忙 面带微笑地解释 其实这个口味是大众口味 只要客人没有嘱咐 我们家的菜都是这个口味 如果您觉得难以下宴 我们可以给您重新做一份 等下次来的时候可以提前 先打个招呼 我们根据您的口味给您做 无论客人的态度怎样 他的脸上一直挂着微笑 最后反倒是证明客人不好意思了 看到这里 我终于明白了店主的经营之道 俗话说 伸手不打笑脸人 张口不骂吃饭人 他最大的招牌 就是他脸上的微笑 这也是他最好的广告语 生意好也是很自然的事了 聪明的人深暗微笑的力量 一个人的微笑能让别人心旷神怡 生气只能激化矛盾 雪上加霜 善良世界会越来越近 做人不一定要顶天立地 轰轰烈烈 但一定要善良真诚 你 是人温暖 人才会与你阳光 你 是人真心 人才会与你和善 即使没人敢记过你的善良 你依然要选择做一个内心善良的人 选择做什么样的人 是为了自己 不是因为别人 毕竟世界正在偷偷奖励善良的人 俗话说 好人有好报 这句话并非是没有道理的 既然能流传这么久 肯定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善良的人是有福气的人 越是善良的人 得到的回报和福气就越多 你的善良终将会回报给你足够的福气 人生在世 我们一定要做一个善良的人 一个人如果想要有福报 想要有福气 那么他必定是一个特别善良的人 因为善良的人 总会做出善良的举动 经常去帮助别人 老天爷是公平的 你做了多少善行 老天爷都会记得清清楚楚 然后将你所做过的善行 你剥洒过的那些善良 一一地将它们转化为福报或者福气还给你 正所谓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不正是说的这个意思吗 一个人要是想要有福气 就应该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 不能磨 为着良心做事情 要做善良的事情 要做一个善良的人 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一个有福气的人 而那些善良的人 因为总是做善良的事情 帮助过的人越来越多 做过的善事也越来越多 这样总有一天 即使他有困难了 也会有同样善良的人 会帮助他渡过难关 这便是善良的人所得到的福报 不管他在哪里 不管他遇到了什么困难 老天总会看在他经常做善事 是一个善良的人的份上 帮他一把 让他曾经所做过的善事 所传播过的善良 得到应有的回报 这也是老天爷给善良的人的福报 没有谁是生来就有福气的 福气是一个人日积月累 做一个善良的人 做善良的事的捷径 所有的福报 都是在时间的流逝中慢慢累积起来的 善良的人自然会有他的福报 而那些丑恶的人 经常做恶事的人 自然也会有他们应有的报应 所以那些善良的人有时候遇到的贵人 或者说是幸运 其实都是老天爷为了回报你所做的善事 和你的善良的 这是你应得的福报 老天爷一直都是公平的 他从来不会偏袒 或者说是青睐某一个人 他只会将福报和福气 慷慨地馈赠给那些善良的人 因为他们的善良 所以这些福报和福气是他们应得的 一个善良的人 其实从来不会在意福报 或者说是福气 因为在他们的眼里 这个世界是十分美好的 他们有着一颗善良的心 用这颗善良的心去看这个世界 在他们眼里 每一份幸运 每一份小美好 其实都是上天给他们的恩赐 是上天给他们的福报和福气 感恩 运气会越来越好 我的初心是做一个感恩的人 感恩父母 给予我生命 感恩生活 教会我成长 感恩现实 让我学会坚强 感恩亲情 温暖如心 感恩爱情 不离不弃 感恩友情 风与同行 感恩自己 生活在苦 人生在难 始终咬牙坚持着 懂得感恩的人 上天也会眷顾 运气一定会越来越好 美国耶鲁大学校长 彼得沙洛维 在一次毕业典礼上的演讲 心怀感恩的人 很少会妒忌他人 充满感恩的人 能更好地应对生活的压力 具有更强的抵抗力 懂得感恩的人 即使在困境中 他们也能发现美好的东西 更重要的是 一个懂得感恩的人 一定是一个善良的人 时事对自己的现状 心存感激 同时对别人 为你所做的一切 怀有敬意和感恩之情 所以说 表达感恩的能力 不仅是社交礼貌 也是一种核心竞争力 你要相信 感恩将为你开启 一扇神奇的力量之门 发掘出你无穷的潜力 迎接你的 也将是更多更好的成功机会 一个人心存多少善良 就能承载多大的能力 一个人心存多少感恩 就会获得多大的福报 懂得感恩的人 命运都不会太差 越感恩 快乐和幸福 离自己越近 6月22日是周星驰的生日 当天仅有一位新女郎 为她送上生日祝福 而且还特别用心 掐着零点庆生 这人极是林允 最难能可贵的是 坚持每年都能在这个日子 看到林允晒照 为自己的恩人送上生日祝福 可在看星野捧红过的 其他新女郎 都早已经与她划清界限 老死不相往来 更别说生日祝福了 倒是一直被吐槽 大大咧咧的社会简张语气 她在与周星驰公司解约后 依然与星野保持合作关系 比如美人鱼里两代新女郎 同框较量 气场碾压女主角 曾经有段时间 周星驰遭到圈内的连番指责炮轰 很多明星怕得罪人 根本不敢站出来 为周星驰发声 唯独星女郎张语气 说了这么一段话 李廷 周先生一直是我很尊重 很感激的一位导演 他人超好 很照顾我 他是工作认真的导演 可能有很多人对他有误解 又倒又演会遇到很多问题 在新喜剧之王口碑扑街时 张语气也站出来 为周星驰发声 新喜剧之王在我看来 依然是王中之王 光有这份感恩之心 张语气有没有生日祝福 其实也显得并不是很重要了 作为娱乐圈中很有流量的女艺人 林允 张语气在大家心中 是个很大大咧咧的性格 真是不做作 他们这种感恩之心 定能得到暖暖的回报 耶鲁大学曾说过 感恩能力是一种核心竞争力 具备这种能力的人 往往会更有发展前途 要感恩 会感恩 有句古话 受人滴水之恩 当以涌泉相报 我们也常看到这样的语句 您对我有这样大的恩德 我来生结草贤 还一定报答 结草贤还讲的 就是两个知恩图报的故事 而其中贤还最为神话 汉朝杨宝天性仁慈 九岁时有一次在华阴山北 看见一只黄雀被追逐受伤坠落地上 又被许多蚂蚁困咬伤口 黄雀痛苦挣扎 杨宝生为怜悯 便把他就回家中治疗创伤 小心养在竹箱里 又用黄花菜喂他 等到创伤痊愈 羽毛生长后 就放他飞去 当夜梦见黄一童子 向杨宝再三拜谢 说道 我是西王牧使者在 飞往蓬莱仙山途中遭受伤害 承蒙拯救疗养恩德 如今我要返回南海了 说罢 便以白玉环四枚赠送养宝 继续说 祝愿你子孙洁白为登山功 就如同治玉环一样 夜落之归根 人活懂感恩 拥有一颗感恩的心 你的内心就是风盈坦荡的 老子说 上善若水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一滴水可方可圆润 则万物 一个人能方能圆 方圆相继 便可获达圆满 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 大家有独立的思想与行为举动 所以有的人选择往东走 有的人也会选择往西走 有的人喜欢吃的 有的人喜欢吃辣的 还有很多人 无论在什么时候 都以自己为先 把自己的利益看得非常重 这种人往往会被很多烦恼缠绕 有的人看似很普通 什么都没有争取到 也没有得到 但是这种人 无论走哪都会遇到贵人 也会待人友善 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差距 真正的强者 往往不外露风 他们虽表面看起来平凡 甚至会愚笨 其实是脸藏锋芒 大智若愚 相反 那些一有点小才就 四处炫耀的人 往往拥有的 并非是真正的大智 聪明其实是一种毛病 不是一种才能 越是聪明的人 结局往往越惨 你可能会说 这怎么可能 聪明人不是更容易成功吗 果真如此 公元前208年7月 大秦帝国的总设计师丞相李斯 与他的儿子被押往咸阳的街市处展 并以三族 公元219年 眼看就要过年了 三国奇才杨修突然被抓了起来 惨遭处死 1415年冬天的一个夜晚 明初最雄殿博学的大才子谢晋 被锦衣卫都指挥使季刚 握以烧酒 在大醉中 被拖进雪地的大坑里掩埋 结束了他47岁的悲催人生 李斯 杨修 谢晋 可以说 各个都是历史上数得招的聪明绝顶之人 是那种你还没开口 他就知道你在想什么的主 他们之所以惨遭处死 主要还是因为他们太过聪明 以至于他们的聪明 敌不过他们的缺陷 比如 高居三国聪明人排行榜第一位的杨修 有一次曹操收到塞外赠送的苏一鹤 便亲书一和苏三自知 案头杨修建之 自作主张和同事们分而食之 还自作聪明的解释 和尚明书一人一口 苏其敢为丞相之命呼 曹操虽一笑置之 内心却极其反感 吃掉一和 苏是小 不把领导放在眼里是大 卖弄小聪明 更是让人生艳 杨修目中无人 爱耍小聪明狂妄 自大 把他的聪明 放到了最不应该放的地方 才自作聪明 做不该做的事 说不该说的话 落得个英年早逝的结局 退一步来说 杨修即使生活在当代 遇上不是曹操那样 阴险狠毒的上司 以他的处事之道 恐怕也落个卷铺盖走人的下场 看到这样的结局 你也许就会明白 你之所以聪明却不成功 可能是因为你的聪明 敌不过你的缺陷 你的情伤 我一个前同事就是这样的人 为人处事非常圆滑 说话滴水不漏 待人接物挑不出一点毛病 但时间一长 给人感觉就是特别强 他当面不知道多会说漂亮话 大场面的话 可能有人当时觉得蛮受用 但过一段时间会让人感觉特别假 太精明的人 太过于心计 从不吃亏的功劳 要得鼓励别人做 对别人热情 都是面子上的 他们当面一套 背后一套 自我感觉滴水不漏 日子久了 其实谁都不傻 只是不愿说破而已 内心都有数 太有心机 太会算计了 所以我们还是敬而远之 太精明的人 就是人品不好 我不喜欢跟太聪明的人交朋友 保持距离就好 我最讨厌精明的人 因为知道精明的人 是抛弃了自己底线 形成伪装的人 太精明的人喜欢背后挑拨是非 捧高踩低 主要把你的资源抢夺过来 对他们没用的人 连一丁点敷衍的表情都没有 有哪怕一点点有利可图 都会耍尽手段 身边就有这样的人 特别心思缜密 善于察言观色 机会为人 把周边人的关系网维护极好 然而 吃过他亏的人都知道 这是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面上的事都会做得很好 但只要触碰他真正的实际利益 一丝一毫他都不会放过 太精的人一般和你好 都是利用你 一旦你被利用完了 也不会理你了 应该说自笑面火 金钱利益摆在前面 这样的小人 专门欺负老实人 关键把老实人卖了 还给他数钱 君子以厚德载物 人生在世 如长河入海 决定胜负的 从来都不是一官一爱的得失 和一时一滴的窥盈 而是百川俱来的红沛 古精明过头就是傻 如果你人太精了叫精光 聪明反背聪明物 没心没肺活得不累 才是人生真理 精明人就不属于聪明人的行列 精明人在聪明人面前 就是透明人 层次不在一个水平 特别像我们这种老实人 千万不要和哪种人做朋友 不然最后受伤的只会是自己 人聪明 情伤高是好事 但是当面人背后 后轨的是一定不能交往的 身边有好几个这样的 真是双伤都高 几乎从吃亏 但把时间轴拉长以后 这种平时很精明 几乎不吃亏的人 往往跌一个跟头 就是一个大坑 很难再爬起来 我身边有个同事 以前从不吃亏 但现在一直吃亏 有一句说得好 天底下最傻的人 就是总以为 自己比别人聪明 这种精明是眼光短浅 没有格局 真正聪明的人 是小事装糊涂 大事拿捏非常准 这种人一般 也没什么朋友 机关算尽 太聪明 反悟了轻轻性命 是非曲直 人人心里有感 秤太精的人不值得深交 因为这种人看中的 只有利益 没有情意 道德经有余 大智若愚 大巧若拙 那些真正聪明的人 都是看起来 有点愚钝笨拙之人 他们从不过分显露 自己的财情 更愿意适当伪装 保护自己 人这一生 会遇见形形色色的人 亦会遇见纷纷扰扰的事 只有学会隐藏自己 才能在是非麻烦面前应对自如 独善其身 越是聪明的人 越是懂得装的智慧 装傻 李嘉诚曾说 傻子往往比天才 更容易成功 之所以这样说 并非是他们愚笨 而是因为 他们做事不取巧 这样的傻子身上 都带有一股傻气和傻劲 不计得失 一旦选定目标 便会全力以赴 在日本 有一个叫平田瑶的女人 跟丈夫在一个偏远的乡下 开了一家面包店 与其他店主不同 平田瑶的店里只有两种面包 一种圆 一种方 面包白灰斑斑 又大又土 看起来毫无美感 面包口味单一 以及长相不雅 干 很多人都不看好 甚至有人劝他 多更新面包种类 设计美观 来冷落顾客 但平田瑶始终傻傻地 坚持自己的想法 为了将面包做好 他请来师傅累传统的瑶子 来烤制面包 每天早上炉点 他就开始往炉里添柴 用四个小时将瑶温度烧到400摄氏度 再降低到200摄氏度 才开始烤面包 整道工序十分繁杂 但平田瑶始终没有因为轻松 就用现代烤箱代替古瑶烤 凭着这份傻劲 平田瑶才将面包做到了极致的风味 慕名来买面包的人也越来越多 最终 他将这家乡下的面包店 开成全国文明的名店 营收百万 作家刘振云曾说 有远见的人走的一定是奔路 所谓半路 就是不顾当下利益得失 而是懂得做长远的打算 将一件事做到极致 其 实看似愚笨 收获的却是长期的回报 装傻是普通人行走江湖的盔甲 让我们有勇气和底气 不惧前行 不计得失 人生短短数十载 枯荣有数 得失难料 束手束脚 只会被当下的繁杂裹挟 最终一无所得 相反 那些越是不计后果 得意一往无钱的人 最终越容易得到生活的彩蛋 庄弱作家冯唐曾说 自己强行努力 不如在保有强处和优势的前提下 向潜在的合作方示弱 借助他们的力量成事 人生路上事事逞强 并不是聪明之举 学会适当装弱 借助他人力量 方能事半功倍 在工作上 冯唐就是一个善于装弱的人 一次 冯唐发现自己当天的工作 从早到晚一刻不得停歇 他不得不停下手 手边工作逐一协调 最后他实在是没了力气 便把无法顺利协调的三位女同事叫了过来 我协调不了你们几个了 你们几个说 这是怎么办吧 惊奇的是 三个人一改往前 既不争吵 也不吐槽了 还揽下了所有活 说 您回去休息 这些事 我们自己协调就好 明天跟您讲最终呈现的方案 果然 第二天冯唐在询问起此事时 发现整个事情都被安排得非常妥当 有条理 俗话说 强大处下 柔弱处上 越善于低头示弱的人 往往能够更有韧性 能够周全自我 而那些处处彰显自己强大的人 反而容易碰壁吃亏 人生最关键的 从不在于用力 而在于会借力 一个善于示弱的人 更能引起别人的侧隐之心 得到更多注意与偏袒 学会借助他人东风 能让自己事半功倍 得偿所愿 越是聪明的人 越懂得通过装弱来 助力自己走向成功 生活从来都不容易 总是伴随着一个又一个的坎坷和挑战 聪明的人懂得调节自己的情绪 不会被外在的事物轻易地影响自己的心情 看待世间沧桑 内心安然无恙 世上本无事 庸人自扰之 大千世界 云云众生 很多人的烦恼 皆来源于心中的执念 心若大了 是变小了 心若小了 是变大了 人这一辈子 若是世事过问 处处都是烦恼 若是啥都在意 心越疲惫不堪 人这一生 不过一场修行的历练 心静下来了 人也就舒坦了 心若烦躁 不安了 烦恼也就多了 真正聪明的人 懂得给自己身心减负 那些不该过问的事绝不开口 过往的不美好 都成云烟 越是操心在意 越是心累 人活着本就艰辛 何必忧思多虑 操心太多呢 聪明的人都懂得 不过问这三件事 与自己无关的闲事 不问人活在世间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 都有自己不可言说的故事 我们无法真正做到感同身受 更无法完全去了解一个人 千万不要以天盖全地 评价他人生活 甚至是说无关自己的鲜话 有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只是事情的一面 无法全然了解 甚至有些时候 我们看到的是他人无奈之举 并不是他的内心所想 不要随便去说人闲话 尤其是在他人背后乱嚼舌根 对他人的生活品头论足 让人知道了 不仅会有损 自己的修养 甚至是给自己招惹麻烦 不要说无关自己的闲话 闲话少说 尤其是你不了解他的情况下 做好自己 守住心 管住嘴 才能远离是非恩怨 闲话不听 闲事不问 他人的生活与我们无关 他人的日子如何 是他人自己的事 你越是评价 干涉他人的生活 越招人厌烦 再好的关系 都要有距离与分寸 与人相处之进退 该管的是管 不该管的是少牵扯 太多闲话若是说多了 就会陷入是非之地 他人的私事掺杂多了 只会吃力不讨好 人活于世 干干净净做人 坦坦荡荡做事 莫说他人的闲话 管他人的闲事 把自己做好 经营好自己的生活 不要做是非人 招惹麻烦 增添烦恼 惹自己不痛快医 已经过去的 就是不问 每个人都有过去 都会有一些难忘的事情 酸的 苦的 咸的 甜的 总有一些难忘的 也总有一些 舍不得忘记的 可是 即便你把过去的事情 每一个字都记住 也没有用 因为你牢牢记住了过去 只会变成你现在生活里的一种羁绊 心灵的房间 若不时常打扫 就会落满灰尘 经常打扫 把心里的垃圾都清理出去 一切也就跟着顺心了 经常见到一些人脸上布满愁云的人 走进他们 总觉得有一种无形的压抑感 在他们的身上 很难去感受到 什么是快乐 似乎有的 都是痛苦和烦恼 后来才知道 他们之所以这样 是因为心里装在了太多的东西 曾经开心的事 舍不得扔掉 但在提及 又觉得很遥远 难免觉得伤感 而不开心的事 更不必说 每一次想起都是重复 多一次的难受 这样的人怎么快乐得起来呢 曾在书上看过一个故事 一个青年背着一个大包裹去找大师 他跟大师说 自己已经把该做的事做了 也经历了很多艰辛 但却还是无法找到心中的阳光 大师问他的包裹里装着是什么 青年说 包裹里的东西对他而言很是重要 那里装着的 是他每一次跌倒的痛苦 每一次受伤后的哭泣 每一次孤寂时的烦恼 他说 靠着这些才能走到大师这来 听完后 大师带着他到河边坐船 上岸后 大师叫他扛上船去赶路 青年很惊讶 他哪能扛得住船呢 后来经大师指点 他才明白 他身上背着的那些东西 就像这艘船 过河时是有用的 但过了河 却因为觉得太有用 而背着它 便是给自己增加了负担 变成了一个包袱 人生里的痛苦孤独 独 寂寞 眼泪 开心 快乐 幸福 都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但是执着着过去 不忘怀一切 也就变成了生命里的负重 后来青年听大师的话 放下了肩上的包裹 再次出发 他发现自己的步子 很轻松和愉悦 比以前快得多 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像 这位青年一样 愿意放下肩上沉沉的包裹 舍弃过去的东西 轻松地上路 去追求更好的未来 有时对待过去的事 最好的处理方式 就是不再提起结果 不确定的事不问 人这一辈子 有无数的考验 也有很多坎坷需要去过 我们只需脚踏实地 不想太多不确定的事 走好当下的每一步就好了 不要总是忧虑多思 因为该发生的事情 早晚会发生 你过问再多 你焦躁不安也是于事无补 遇到不确实的事 就放平心态去面对 不多想 不多问 别给自己增添负担 别让自己活得担惊竭虑 人活在世上 百年后 其实一切都是浮云一场 何必过分在乎结果 不确实的事 何必过分担忧 过多担忧 只会让自己心累 人生无完美 曲折一风景 别把得失看得太重 心平气和 过好每一天 就是不辜负自己 放下过去的烦恼 不担忧于未来 那些是你的 总会属于你 而若是不是的 你在担忧执着 也会离开 诚如金刚经上所言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过往的就是 已经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我们只能坦然去接受 并学着释怀放下 无论是快乐的 还是痛苦的 都不应再去执着过问 未来不确定的事 我们永远无法提前预知 因为明天与意外 哪个先来 我们也无从知晓 所以过分担忧 不确实的事 无疑是最愚蠢的行为 凡事不强求 是放过自己 万事从心起 凡事都是有讲究的 做事情不能光图 自己痛快乐 就不顾别人的感受 尊重别人 就是尊重自己 不要把自己的意愿 强加到别人身上 不要让别人 为难很多事情 并不是你想怎么样 就能怎么样 尊重才能拉近 彼此之间的距离 《金刚经》中说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若见诸相 非相极见如来 所有不如意的事情 就要学会随缘 学会顺其自然 没必要去抢求 成全别人 不纠缠 不计较 也是放过自己 成全本身就是对 自我的一种内心解脱 所以 凡事不抢求 才能让自己心轻松起来 事事难料 人 生无常 即使相爱的两个人 也有去留的时候 时光匆匆 聚散不由人 原聚则来 原散则去 不必抢求 看开一点 不必太在意 跟缘分道别 才是内心的一种成熟 佛语常常告诉我们 一切都是命 命中有时终须有 命中无时莫抢求 若是一个人 对某样东西 或是某一段感情 执念太深 往往会陷入进去 只会增加痛苦 然而 学会不抢求 一切随缘随风挑送 才能安然无恙 凡事拿得起 放得下 是一种潇洒 人生最大的痛苦 就是不愿意 让过去成为过去 一直不愿意 面对过去 一直被过去困住自己 所以越是挣扎 越是痛苦 《金刚经》中说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我们要坦然地面对 过去 让生活回到 本该有的颜色 忘掉过去 学会释怀 未来可期 想起启航 当风启石中 谢航的上司 他就是没有放过自己 表面很坚强 却到了晚上 夜深人静的时候 就在闹 就在哭泣 其实 他是因为在感情上 遇到了不顺 他离婚了 一直没走出来 然而对方 却又要再婚了 他便更加心情不好了 谢航刚好撞见 他在办公室里 偷偷哭泣 情绪非常失控 所以就过去安慰他 告诉他 我也不要为了一个不值得的人而折磨自己 过去的 就让这过去 不要让自己一直沉溺在过去 要走出去 才能遇见更好的幸福 人生就要学会放下过去 你的心才能向前看 感情不能勉强 拿得起放得下 敢爱敢恨 才是一个潇洒人 人生就 应该潇潇洒洒走一回 为心态好 就是最好的养生 俗话说 有心者有所谓 无心者无所谓 心态好的人 往往是过得最幸福的 我们都是行走在人世间的人 生活往往是会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情 有让我们痛苦的 有让我们悲伤的 也有让我们快乐的 只要我们摆正好心态 人生的好与坏其实都会过去的 一个人的心态 往往决定一个人生活方式 为人处师的智慧 更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 心态好的人 精神面貌都是非常好的 人也是越活越年轻 物随心转 静由心造 烦恼皆由心生 只要我们把心态调好了 很多事情就迎刃而解了 人生如逆旅 我亦是心愿 生命这场旅途中 总会遇到各色各样的人和事 学会这些定律 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地位定律 有人站在山脚下 而有人站在山顶上 虽然所处的位置不一样 在两人的眼里的对方 却是同样 大笑 世界之大 总有人比你更优秀 但你身上 也一定会有别人所没有的优点 那些看起来过得比你好的人 路并没有比你好走多少 有这样一则故事 龙中的鹦鹉安逸 野外的乌鸦自由 鹦鹉羡羡慕乌鸦自由 鹦鹉羡羡慕鹰鹉鹉鹉安逸 二鸟便商议互换 乌鸦得到安逸 但难得主人欢喜 最后抑郁而死 鹦鹉得到自由 但长期安逸 不能独立生存 最终饥饿而死 永远不要盲目 羡慕别人的生活 无论什么东西 适合自己的 才是最好 不要在比较中 失去理性的思考 失去属于自己 正常的幸福生活 莫言就曾在一档节目中说过 人来到这世上 总会有许多的不如意 也会有许多的不公平 会有许多的失落 也会有许多的羡慕 你羡慕我的自由 我羡慕你的约束 你羡慕我的车 我羡慕你的房 你羡慕我的工作 我羡慕你每天总有休息时间 各有各的活法 没什么好羡慕的 也没什么好比较的 毕竟最好的比较 是跟过去的自己比 真正的成功 是活得比过去的自己好 人生不如意志 是常有八九 可以言者五二三 无需沮丧 无需畏惧 获达处事 顺其自然即可 当你经历了这一切之后 你就会发现自己 远比想象中强大得多 快乐定律 欲是只要往好处想 你就会快乐 就像你如果掉进沟里 都可以设想 说不定刚好有一条鱼 钻进你的口袋 乐观的人 在每个危机里看到机会 悲观的人 在每个机会里看到袭击 所以 悲观者往往正确 但乐观者却往往成功 听过这样一个故事 有位秀才弟 三次进京赶考 住在一个经常住的店里 考试前两天 他做了两个无比清晰的梦 第一个梦 是梦到自己 在墙上种白菜 第二个梦是下雨天 他带了斗笠 还打伞 这两个梦 似乎有些深意 秀才第二天 就赶紧去找算命的解梦 算命的一听 连拍大腿说 哎呀 你还是回去吧 你想想 高墙上种菜 不是白费劲吗 带斗笠打雨伞 不是多此一举吗 秀才一听 心灰意冷 回店收拾包袱 准备回家 店老板非常奇怪 问 不是明天才考试吗 今天你怎么就回乡了 秀才解释了一般原委 店老板一听乐了 哟 我也会解梦的 我倒觉得 你这次一定要留下来 你想想 墙上种菜 不是高种吗 带斗笠打伞 不是说明 你这次有备无患吗 秀 他一听 觉得更有道理 于是精神振奋地参加考试 最后居然中了个叹花 人生过的是心情 生活活的是心态 很多时候 人的失败不是败给命运 也不是败给别人 而是败给悲观的自己 自律从本质而言 是对自我的一种控制 当你适应了自我控制后 就会越来越自信 因为你在一次次的完成目标中 知晓了自己对事物 可以掌控的何种境地 自律从不是痛苦和磨炼 而是帮你达成目标的方式 肖伯纳曾说 自我控制是最强者的本能 自律难的不是开始 是坚守 它需要恒心 决心与勇气 当你适应了 习惯了的时候 也会变得一样的轻松 就像一天的生活一样 按时吃饭 按时洗漱 按时休息 周而复始 循环往复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托克戴尔被论1965年 美国海军上将斯托克戴尔 在越战时被俘关押在战俘营 斯托克戴尔先后遭受了二十多次严刑拷打 直到八年后 获释回国 而关在同一战俘营里的其他美国战俘 大多比斯托克戴尔身体状态好得多 却很快就死了 美国学者吉姆前去采访 他问道 八年时间 你有很多同伴不幸遇难 为何你能熬过来 斯托克戴尔说 我之所以能活下来 是因为我对未来没有太高的期待 他们之所以会死去 是因为他们对未来部分期待 他们总盼望圣诞节就可以被特赦 可是圣诞节过后没能如愿 于是又想复活节可以 结果还是没被释放 这样失望接着失望 不久后便郁郁而终 斯托克戴尔悖论告诉我们 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 期待越大 失望就会越大 一旦期待落空 巨大的落差感会给你造成极大的心理伤害 降低对一举成功的期待 很多人总想做点大生意 渴望一举成功 于是看不起一些小事 不愿意专注 总觉得那件事情 技术含量不够 这个事情没什么壁垒 没什么创新 这个事情不可持续 这个事情已经有人做过了 开口谈公司 闭口讲发展 不是谈融资 就是讲理念 听起来高大上 实际上一事无成 迷茫就是大事干不了 小事不肯干 幻想就是不想做手边的事 只想做天边的事 其实任何一个行业 任何一个市场 任何一个需求 任何一件小事做到极致 都有成功的机会 小事不做 大事难成 每一个成功的人 都曾安静地干过小事 降低对一举成功的期待 能让你沉下 他醒来 安静地从小事做起 能让你在遇到挫折时 放平心态 无惧重新出发 为时数祭云 烦恼瘴泪泪众多 我之为根 生诸烦恼 若不知 我无烦恼过 人生诸多烦恼 追根溯源 不过执念 而自执于一面 必将受困于一念 如若能放下执念 换个心境对待 不失为人生的大智慧 人这一生 事事繁杂 免不了心烦意乱 佛说 万事随风去 天意不转身 绝大多数的烦恼 都源于自己的内心 想不开 放不下 忘不掉 有时候 让自己懒一点 也是一种智慧 懒不是堕 不是怠 而是一种 煽烦就俭的生活态度 是一场专注自身的修行 是非来入耳 不听自然无 人生一世要想 活得轻松 还真得远离是非之人 贴开是非之事 玉太和杨茂中 记载了王阳明 和聋哑书生杨茂的故事 王阳明写字问杨茂 你口不能言是非 你耳不能听是非 你心可知是非否 茂达曰 知道是非 王阳明又继续写道 这样的话 你虽然嘴巴不如人 耳朵不如人 但你的心和普通人无差别 杨茂点头 双手合十作一 表示感谢 王阳明见状又往下写 凡是人皆因兴起 这颗心只要是善良的 是一颗圣贤的心 即便说不出 听不见 也当为圣贤 杨茂受此点拨 深受感动 磕头感谢王阳明 所有是非皆因兴起 我们没法控制是非 但能选择 以何种心态去面对 俗话说得好 左耳静右耳 指出生活那么有趣 何苦被无关紧要之事 扰了心境 人生一世 草木一春 耳根清静 是非不听 才能不辜负 每一个光阴 才能创造 更美丽的风景 省心路里写道 而不闻人之非 目不是人之短 口不言人之果 余生愿你掌握好 懒人定律 不是自己的事 不说 少看少听 抛开无谓的琐事 管好自己 尊重他人 让生命轻装前行 淡定安然 宁可无言 也别话多 很多时候 一个人最顶级的修养 少说话 曾看过一段对话 子秦问曰 多言有意忽莫 子曰 蛤蟆挖营 日夜横鸣 口干舌皮 然而不听金冠尘 积时夜而鸣 天下震动 多言合一 为其言之时 意思是 有些昆虫 白天黑夜叫个不停 却没人认真听 雄鸡每天清晨 按时提叫 人人听你早早起身 所谓不明则已 一鸣惊人 愚蠢的人 只会喋喋不休 睿智的人 懂得刺激而言 见过太多这样的人 不管对方是否有倾听需求 自己先说为快 明明对事情的原委不知情 便拿来当谈资 不顾周围人的感受 永远喋喋不休 说不停 殊不知 沉默往往比喧嚣 更有力量 更让人尊重 并从口入 或从口出 倘若你无法确保 你说出去的话 是动听或者有意义的 那就保持沉默 沉默不是什么都不说 而是选择在恰当的时机 一语道破 一句顶百句 永拎得轻 大小轻重 言出前请三思 知人不平人 事事不声张 嘴巴要懒 做事要勤 方为孔子之君子 欲那于言而敏于行的君子风范 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个问题 内向的人就精神内耗很严重吗 我认为 内向与精神内耗 并没有那么强的关联性 两者不是因果关系 内向的人 精神也可以非常自由快乐 之所以会产生这个认知 只不过是因为内向人群中的一部分属性 恰好与精神内耗契合而已 就比如想得多 这一点内向的人大多具备 因为外在表现不够活跃 所以内在 思想一般会比较活跃 再结合很多人敏感 自卑等其他方面的特质 就会导致自己长期处于精神内耗的状态 其实在我看来 精神内耗的人日常最多的体会就是累 没来由的累 什么是精神内耗 在群体心理学中有一个专有名词 内耗效应 内耗效应指的是在群体中 人们把社会或部门内部 因不协调或矛盾等造成的人力 物力等方面无谓的消耗 而产生的负效应现象 这种内耗效应 对个人现象的解释 同样十分精准 说白了 对于个人而言 为什么会常常感到心理疲倦 就是因为能量更多的消耗 在心理的摩擦上 而非对外的行动上 比如过分在意他人对自己的评价 即使这个评价 没有很明显的贬义 也会将其认为是对自己的批评 进而情绪低落 又或者总是暗地里跟自己较劲 面对更优 优秀的同事心里会非常不平衡 给自己在心理上施加更多压力 不光这些 身边遇到的大多人和事 都能引发体内思想的拉扯打架 就像是消耗体力一样 在消耗自己的精神 所以时常感到非常疲惫 这种疲倦不是体力上的 而是精神上的 正是自己的缺点 欣赏自己的优点 是减少内耗的关键 每个人都不是完美的 不要在心里给自己塑造一个完美的标杆形象 这个形象不是你 两者也并没有多大关系 试着拿出一张纸 写出自己身上的标签 数量越多越好 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去找 喜欢做什么 不喜欢做什么 擅长做什么 不擅长做什么 我觉得真实的我是什么样 合理审视自己 你就会发现 原来自己并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差劲 只不过优势与劣势跟别人不一样 自己也有属于自己的长处 不要对自己要求太高 放过自己吧 该认怂的时候就要认怂 不要再在心里给自己加油骨气了 我很强 别人能做到 我肯定也能做到 凭什么我不行等等 其实本质上就是通过撒谎 给自己心理暗示 施加压力 起不到任何正面效果 同时也不要刻意去压制这些想法 真正的自我接纳 是假如做不到 就诚实地接受这个做不到的自己 然后尽量朝着能够做到的方向去努力 不对自己撒谎 在做事前 不如跟我在心中默念这句全力以赴吧 哪怕做不到也没关系 找到不足之处加以改正 自己以后会更优秀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树立起向前迈进的勇气 看到这里 真心希望一直处在精神内耗状态中的朋友 能够尽快摆脱这种状态 积极面对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几乎所有的事情都会拥有两面性 如果只看消极的一面 心情会低落 郁闷 但如果转个弯 换一个角度 从积极的一面看待问题 你就会发现不一样的东西 有些事 我们不愿发生 却必须接受 有些情 我们不想知道 却必须了解 有些人 我们不能没有 却必须学会放手 虽然很残忍 但这就是生我 电视剧《余欢水》中有这样一段台词 没有人会真的同情我 我难受的时候 睡不着的时候 有黑暗同情我 走路的时候摔倒了 只有马路会同情我 我死了以后 只有坟墓会同情我 年龄越大 越明白苦乐喜忧跌宕起伏 是人生常态 谁也没有多余的心力 来承受他人的苦闷 唯有自我才能自动 人的悲欢并不相通 六祖谈经有云 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 应在天上 飞 鱼在水里游 人在世间 苦与乐 好与坏 只有自己最清楚 想起这样一个小故事 一个猴子受伤后 留下一个伤口 路人看到以后 纷纷前来关心 一有人来问 小猴子就会扒开伤口 给他们看 看过之后 大家都叹息不已 小猴子本来以为 会得到帮助 然而这些人 在短暂地停留之后 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 继续赶路 最后 小猴子的伤口 由于一次次被扒开 导致感染死掉了 小猴子的结局很可怜 然而也告诉我们 一个启示 这世上本来就没有 那么多的感同身受 当我们把伤口 扒给别人看的时候 最多可能得到 寥寥几句的宽慰 但并没有人真的在意 你伤得有多深 却没有扎在自己的身上 就是感觉不到疼 鲁迅在杂杆中 描述过这样一个场景 楼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 那尖闭的一家 唱着留声机对面 是弄孩子 楼上有两人狂笑 还有打牌声 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亲 人类的悲欢 本不相同于你而言 天大的事情在别人那也不过是个故事 别人不懂你的感受 你叫得再大声 也是白费功夫 知乎上有一个热门话题 你为什么越来越少发朋友圈 其中有一个高赞的回答 察觉到不如一世长八九可以 人与无二散 这个偌大的世界 看起来热闹繁华 实则也不过是一座又一座的围城相见 这座围城里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悲喜 别人进不来 你也出不去 很多时候 为了守好自己的那座围城 就必须拼尽全力 哪里还有多余的戾气节 他人之忧 孟子曰 敬人者 人恒敬之 怨人者 人恒怨之 经常向别人抱怨 倾诉 不仅会招致别人的不满 自己的生活也会越过越糟 所以 日子再苦 也不要轻易打扰他人 菜根坛里有盐 鸡则富 宝则羊 欲则驱 寒则气 人情通患也 在这个世上 没有人愿意跟潦倒之人 有过深的交情 趋利避害 是人之通便 平日我们花费大量的时间 精力去维系所谓的圈子 可直到你有难发现 无人可依时 才懂得人情四指张张宝 有一句话说得好 路顺众人扶 强倒众人推 人在低谷 不打扰别人是留给自己最大的体面 与别人相处时 说话要慎重 凡事不可说绝 更不可以在背后随意议论别人的是非 中国有句古话说 言多必诗 或从口出 经历得越多 越会明白 嘴快是麻烦的起点 话多是在乎的根源 真正聪明的人都懂得谨言慎行 沉默是今 有句话说 两年学说话 一生学闭嘴之前 没觉得这句话有多贴切 可最近发生的事让我深刻意识到 学会闭嘴的重要性 学会闭嘴是做人的修养 前阵子 一名记者让大家震怒 事情是这样的 在东京奥运会上 为中国赢得首枚填赛奥运金牌的 拱立娇 遭到记者的明朝暗访 记者问 你是女汉子 打算什么时候做你孩子 并继续追问 因为你之前是女汉子吗 那接下来对女孩子的人生 有什么计划吗 拱立娇顿时猛了 难道她之前不是女孩子吗 记者又问她 想找什么样的男朋友 拱立娇说 只要阳光善良就行 记者却说 她掰腕子 可能掰不过你 记句戳心 让人倍感不适 面对记者的口不择言 网友们纷纷吐槽 不会说话 就把嘴巴闭上 思想家培根说过 含蓄和得体 比口若悬河更可贵 作为一个成年人 与人交谈时应该含蓄委婉 没有经过认真思考 就不要随意乱开口 而那些讲话时 丝毫不考虑别人感受 以己之心去推测他人的人 不是愚蠢就是坏 记住一句话 把滔滔不绝当口才 把口若悬河当本师的人 千万要远离 谨言慎行 是处世的智慧 曾国藩有言 行事不可任性 说话不可认口 生而为人 追求功名利路和权力地位 本无可厚非 但世事纷纭 说话做事 我们不能随心所欲 一言一行 都要深思熟虑 北周时期 有一位名叫赫若敦的将军 他英勇善战 功名显赫 意外的是 赫若敦不但没有得到朝廷的重赏 反而被皇帝赐予自尽身亡 古人云 言多必失 或从口出 原来 哎 赫若敦因得不到朝廷的提拔重用 就心怀不满 屡出怨言 最终落到了被赐死的悲惨下场 为了警示后辈 赫若敦用锥子扎破儿子的嘴 教育他一定要记住父亲今天的教训 以后做人务必谨言慎行 儿子赫若敦博文强制 善于骑射 甚为骁勇 他牢记了父亲的遗言 因此得到了朝廷的重用 但随着权力和地位的不断上升 赫若敦渐渐自傲起来 很快就把父亲的警示 抛到九霄云外 老话说 悲满则易 悦满则亏 随文帝封杨素之和高炯为宰相 赫若敦对此事感到不满 因而出言无忌 抱怨连连 导致被罢免了官职 并打入了监狱 几年后 赫若敦的官职虽然得以恢复 但并没有记住这次教训 杨广继位三年 建造了一座可容纳千人的豪华大牧场 赫若敦认为 太 苦于奢华 就又犯了多嘴多舌的老毛病 和一些官员在私底下议论纷纷 后来被人告密 最终被杨广诛杀 赫若敦和赫若敦都是因为沉不住气 管不住自己的嘴巴 而丢掉了自己的性命 形式横言理讲 事不关己修多管 话不投机莫多言 一个高情商的人 从不多管他人的闲事 不说让别人不舒服的话 既尊重别人 也保全了自己 人海之中遇见的每个人 不一定都与自己的三观一致 少说多听 谨言慎行 是我们为人处事的一种智慧 真正有修养的人 从不夸耀自己 而是不卑不亢 低调待人 鲁迅先生说 人类的悲喜并不相同 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殷勤圆缺 每个人的快乐和痛苦发生的时间节点 并不一样 一个有修养的人 懂得在什么样的场合说什么样的话 别人失忆时 他们会考虑别人的情绪 不说伤及他人的话 自己得意时 他们会寡言少语 谦卑做人 养得身根 静待之凡夜貌 放低姿态 少说多做 沉淀自己 才是一个人应有的修行 我听了许多道理 但依旧过不好这一生 常常有人把这句话挂在嘴边 但其实道理听完之后 是要拿来行动的 而不是纸上谈兵 如果想要过好这一生 不妨试试以下这三点 第一 道理虽好 也要行动 有这样一则故事 徒弟问师父 天底下谁最睿智 师父说 善于学习他人长处的人 最有智慧 那么谁最强大 能够控制自己的人 是最强大的 那么谁最富有 能够珍惜自己 拥有的财富 知足者并将财物 用于帮助别人的人 是最富有的人 那么谁最值得尊敬 自重并敬重别人的人 是最值得尊敬的 弟子听完后说 师父所言显而易见 师父回道 是啊 显而易见 不过很多人做不到而已 大概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会 许多道理你不是不懂 而是做不到 你也不是不理解 而是你很难说服自己去行动 其实在生活中 有许多看似简单的道理 可以替我们解一大祸 带我们走出迷茫困顿 明白了该明白的道理 竟由这些道理汲取了教训和经验 并且去行动 你才可能成为更好的自己 第二 把好的道理变成你的习惯 你是否也有过这样的经历 你知道读书有用 所以你也曾在热情高涨时 翻看过几页书 你知道运动有用 所以你也曾在心智所致时 去跑过几回步 你知道早睡有用 所以你也曾在心血来潮时 关灯早睡过几次 但无论是三分钟热度 还是半途而废 亦或因自己的懒惰和拖延 总之就是感觉很难坚持下去 于是许多人就自我安慰说懂 再多道理都无用 然后就心安理得地轻言放弃 其实我们之所以感到坚持很难 最大的原因就在于 我们并没有养成习惯 有一句话说 理可顿 物是虚见修 道理容易明白 但只有把这些道理 慢慢内化为自己的习惯 我们才会真正从中受益 第三 不必事事苛求完美 想要做好一件事 但总是在犹豫中 不是觉得时机不成熟 就是觉得自己没准备好 想让自己不断成长和提升 但又总觉得 无论怎么做都很难做到出色 仿佛永远都差别人一大截 想让自己的人生 变得更有价值和意义 但又觉得优秀的人太多 即便在努力 也很难超越他们 这种担心和顾虑 表面上看是对自己要求高 但有时候也是事事苛求完美的表现 当我们开始行动时 并不总是能一次就把事情做好 但请不要放弃 因为只有坚持下去才会有收获 比如 你知道不断学习很重要 即使有时忍不住想偷懒 也不要轻易就躺倒 你知道要控制情绪 也许一次没做好 两次没做好 但只要不断去纠正 就可以慢慢变得很好 你懂得善待他人很重要 也许有时你还是会斤斤计较 但当你意识到这一点后 能不断地去调整 也会有所改观 所谓的道理 要真正都做到 的确非常难 所以不必强求一次就做到完美 要允许自己循序渐进 每次做好了一点点 你就离那个更好 我得自己又进了一步 流水不争先 老子说 上善若水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水无常行 顺势而为 为而不争 方达所愿 可以削平山川 却躲不住 流水不争先 不是不求上进 而是尊重自然规律 不破坏均衡 不因小失大 迷失自我 做事不能靠意识性解 而要脚踏实地 就像流水一样 水慢慢地流淌 它不去争先后 而是在一点一点地 积攒自己的力量 到时候有力量了 还在乎什么先后呢 细水长流 以待迸发 经验要靠精力 才能获得丰厚的积累 智慧不是一蹴而就 通过思考感悟后 循序渐进 拥有发现细微的慧眼 带到力量充足 一击而破 是欲身者 天机前 一个人的欲望过多 就会相应 的缺少智慧与灵性 玩物丧志 贪欲败身 生活中贪财 贪权 贪色的人 没有不迷失心智的 而迷失心智 正是祸害生命的开始 一个人如果不以事业 和修养为重 不懂得节制欲望 随时都会陷入可怕的危机 没有自制力的人 不足以谈人生 君子之命不算命 万事万物 有时有运 有事时是时机 有天时 而运其位置 也难免落空 运是天时地利 人和的和和 三者没和 何时运自然不动 运不起动 人也受困 事时时差 时差越大 能量越大 犹如瀑布 这三者合在一起 就统称为命 孔子说 不知命 无以为君子 知命首先是知己命 就是要知道 作为一个人 在这个世界上 该如何立身处事 其次是知天命 有了人生阅历之后 感悟到天地自然之道 从而能够顺天应命 一个人知命以后 心中没有疑惑 能够坦然接受 一切自然不需要算命 人有千算 天则一算 也许每个人的心中 都有一个小算盘 算计着自己的收益 进而算计着别人 千算万算 人算不如天算 算来算去 算自己 天就一算 算什么呢 算每个人的德 天地无私 唯德是亲 既一点德 就修一点福 人善人欺天 不欺人 恶人怕天 不怕人 有善念 天必诱之 人若忠厚 福必随之 人情事态 不宜太真 事情看冷暖人面 逐高低 世俗的人情 根据人的处境穷通 而变冷变暖 人的脸也随着对方地位的高低 而变得热情或者冷淡 屈炎富士是世人之常态 认识到这一点 就应当看淡人情的变化 失一时受到冷落 也不必骂一句 狗眼看人低 得一时受到追捧 也不必飘飘然 还是要保留一点清醒 俗话说 凡事不能不认真 凡事不能太认真 真诚待人 以真面目见人 这个要认真 至于对方是否真诚 是否真面目 却不必太认真 植木先乏 干井先截直 挺拔的树木先遭到砍伐 水质甘甜的井献枯竭 木秀于林 风必摧之 行高于人 重必飞之 长 利于人前 必遭人记恨 见不得别人好的心态 是人类极度情感的一种表现 也是一种较普遍的社会现象 所以 一个人有才华是好事 但是不要四处张扬 风亡毕露 事财傲物 只能显出自身的浅薄 也会给自己带来灾祸 中和为福 天际为灾 心态平和 做事中庸 这样的人是有福的 而性格偏激执拗的人 往往生活不顺利 甚至惹来祸患 在这世上 总会有人让你悲伤 嫉妒 咬牙切齿 并不是他们有多坏 而是因为你很在乎 所以想心安 首先就要不在乎 你对事不在乎 他就伤害不到你 你对人不在乎 他就不会令你生气 学会随缘 接受一切 包容一切 心不随静转 才是自在人生 从今以后 不在乎得失 达摩祖师云 若得荣誉好事等 是我过去素因所感 今方得知 缘尽还无 何喜之有 得失随缘 心无增减 喜风不动 定在慈悲 自然 吉祥如意 有一年 佛陀和众多比丘 在一位婆罗门的邀请下 到秉兰惹 结下安居 当他们到达后 这位婆罗门 受魔王的影响 却不护持 佛陀等人 当时政治饥荒 秉兰惹的百姓 只能供养佛陀 极重弟子 极少数的食物 面对这种困境 大目间连尊者 恳求佛陀 允许他用神通 前往其他地方 带食物回来 但佛陀拒绝了 好在尽管情况如此困难 比丘们并不颓丧 仍满足于百姓 每天供养的少许古物 结下安居结束后 佛陀集中弟子 在通知盖婆罗门后 就回到了奇缘经社 而当时一同结下安居的一群人 由于比丘们的慈悲 也留在了经社里 然而这群人 每天贪心地吃完食物 不后就只知道睡觉 醒来后只知道 到河边去跳崖 叫呀 打打闹闹的 嘻嘻 整天无所事事 有一天 比丘们互相讨论 这群人难以驾训的行为 在秉拦惹时 由于饥荒 他们还相当恭敬有礼 举止也合乎规矩 现在食物充足 他们却暴露本性 行为不减了 这时候 佛陀听见众人的议论 便说道 于是的人在诸事不顺时 满心哀愁 神情沮丧 一旦事事如意时 则又雀跃不已 这就是鱼吃人的特性 智者则不因生命中的得失 而动摇心智 心随静转世凡夫 静随心转世圣贤 生命中任何的得失 都是生命的一部分 鱼吃的人 只会用有限的见解去排斥 而智者选择接受理解与包容 同样面对逆境 鱼吃的人只会怨天尤人 而有智者 除了接受面对 往往能转获为福 因为智者早已看清了生命的本质 不会因所谓的得失而动摇心智 来到这个世界 我们没有带来什么 自然也就不会失去什么 很多东西能够失去的 那它本来也就不是你的 即便是得到了 也只是暂时地拥有 等到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统统都要放下 得失随缘 咸淡由之 人生在世 不必执着于得失 要知道 人的幸福感是自己给的 内心满足及圆满 若内心不知足 就很难得到真正的幸福 从今以后 学会面对离别 屈原的九哥少私命 中有这样一句 悲莫悲 牺牲别离 乐莫乐 细心相知 人的一生 不仅要做家法 更要懂得做减法 人这一生 不仅要做家法 更要懂得做减法 一直以来 我们都在强调 勤奋面对生命中的万事万物 唯有积极进取 才能拥有更多更好的奖赏 但习惯了风尘陆陆 负重前行 也要学会偷偷懒 为生活减减负 有时候 偷懒不是消极懈怠 而是一种自在的生活态度 周国平说 人生要有不计较的智慧 生活中的是千奇百怪 光怪陆离 总有我们意想不到 无法掌控的 对于 自己能掌控的努力行动 而那些鸡毛蒜皮 无关紧要的人 何事就不要妄动干活了 把心放宽 顺其自然就好 曾经听过这样一个故事 北宋诗人苏东坡 曾与好友佛印出门游玩 途中走进一个饭馆休息 可没想到 店中的那个伙计 竟是个变色龙 很会看人下菜 面对衣着显贵的客人 无不避恭避敬 笑脸相迎 但对风尘仆仆的苏东坡和佛印 态度就相差十万零八千里 饭吃得差不多时 佛印恪恪气气地喊来 伙计付钱 出门后 苏东坡有点愤懑地说 这个伙计真令人讨厌 佛印硬喝道 说是个势力小人 这是东坡不解地问 那你为何还对他如此恭敬 佛印善善地回答说 我为什么要让他来改变我的行为呢 的确 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他人 的行为态度 也无法保证 自己遇到的都是汇丰合唱 但如果你把自己的情绪开关交给别人 整日活得左顾右盼 人生还弹和精彩 有些人不值得你浪费精力与口舌 有些事太过计较 只会让心情更烂 与其斤斤计较 不如白板衣袖 潇洒转身 要知道 敢于不计较 才是聪明人该有的姿态 很多时候 你之所以一无所获 不是因为命运的不垂青 而是因为你总是想太多 一件事明明还没动手去做 就已经操心最坏的结果 以至于畏首畏尾 毫无进展 想起之前看过一个很有名的预言故事 他就说出了现在很多人的通病 有人问农夫种了麦子了吗? 农夫梅 我担心天不下雨 那人又问 那你种棉花梅? 农夫梅? 我担心虫子吃了棉花 那人在问 那你种了什么? 农夫什么也没种 我要确保安全 因为害怕面对失败 所以早早地避免了一切 但人生不是想出来的 而是走出来的 胡乱操心 除了平添烦恼 根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对此 日本东京大学心理学博士吉田正雄 曾做过一个实验 他找了一百个条件相当的志愿者 分成两组 布置了同一个任务 不同的是 要求第一组详细周全地考虑整个任务的过程 方法和意义 第二组不做要求 只让他们直接行动 最后的结果是 第一组不仅花费的时间长 而且质量也远不如第二组 一直以来 我们都讲究谋而后动 就是凡是制定好计划之后再行动 但事事反复 不可以偏概全 很多时候 我们要学会让 思想偷偷懒 毕竟因为只有开始行动了 我们才会知道问题是什么 问题在哪里 以及如何改变 而一昧的钻牛角尖操心 不仅会将问题复杂化 还会浪费很多光阴 人懒一点 身上的负担轻一点 日子才能更加游刃有余 哈佛大学前校长德里克伯克 曾说过一句名言 如果你认为教育的成本太高 试试看无知的代价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整个社会都在给人们讲述 这样一个奋斗努力的故事 人们一遍遍地讲着 比尔盖茨·乔布斯的故事 告诉所有人 你不努力就一定不行 事实上 谁都清楚 当下不努力有多爽 干嘛非要熬夜 写那些永远写不完的作业 早早躺下多好 身体要紧 干嘛非要逼孩子努力 搞得关系紧张 安逸带着多好心情重要 可是 前期过得越省心 越偷懒 后期要付出的代价就越大 没办法 世界总是宫廷 你前期轻松 后期必然要多付出 幸福来自于什么 提到幸福这么哲学的东西 事实上有些难辨 幸福到底是什么 或许我们没有人能够说得清 提起幸福 总让人觉得有点无法琢磨 每个人对于幸福的理解和定义都不同 但我们不得不提议题 毕竟这是所有父母和孩子的终极目标 什么是幸福 高学历 好工作 高收入 这些表象的背后 都是父母希望孩子幸福的心意 那什么真正决定了一个人的幸福呢 很多作家都有过诠释和解释 如果你阅读的足够多 你会发现幸福一定跟两个指标密切相关 尊严和自由 尊严不用讲了 与一个人的德性和社会地位 密不可分 光是德性好并没用 你所处的阶层会深深影响到你得到的尊严 这是定律 自由呢 人都有自由意志 但是这个社会给你的自由是有限的 财富和地位决定了很大程度的自由 这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 你去网上看看 年轻人面对那些二十岁就看到死的职业和人生 面对社会中的冷眼 面对我们口中的平凡人生的时候 是有多么的不满和无助 当一个年轻人因为一直简历 就遭遇了别人几十倍的失败的时候 他会想些什么呢 越无知的人越会为自己找借口 还记得那个道出社会真相的北京高考生雄轩昂吗 农村地区的孩子越来越难考上号学校 你像我这种属于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 衣食无忧 家长也都是知识分子 而且还生在北京这种大城市 所以在教育资源上 享受到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 是很多外地孩子或农村孩子所完全享受不到的 这种东西决定了我在学习的时候 确实是能比他们做很多捷径 此言一出 立刻在网络激起轩然大波 有些人赞扬这熊孩子 小小年纪就有如此见识 说出了大人不敢直面的现实问题 有人批评他 言语偏激是对农村大学生的贬低 更多人则是感慨 条条道路通罗马 但有些人就住在罗马 当人们对现实愤愤不平 怨天尤人的时候 可曾想过自己真的努力过 有人觉得 认命吧 反正努力一辈子也就这样了 但总有另外一部分人 在这个还看不清未来的现实里 还在抛头颅 还在洒热血 还在上演热血屠龙的故事 而学校无疑是要教我们的学生 做这一部分人 这一部分坚持的人 从这段看不见未来的现实里 脱颖而出 到了现实的另一部分 在这一部分里面 命运有很多漏网之鱼 有很多机遇之门敞开 有无数的希望精灵追随 只要你还在努力 人生就有无穷的可能和时间竞争 在概率中突围 做上帝手中的漏网之鱼 无知让人看不清自己 生活真的不用追求太多 工作之余多和家人一起 一起做饭 做游戏 讲故事 享受阳光 露营 骑行带来的快乐 只有物质简朴了 生活才能简单 才不会感到疲累 才会幸福 马卫都曾说 中国历朝历代 都有鲜明的个性 人们的生活喜好 也各不相同 他甚至形容魏晋时代 是精神上的奢靡 这个时代出现了很多文人 这些人都是风流倜傥的 他们对生活的态度 远不像生前的汉代 和深厚的隋唐 那个时代和现在很像 事物发展得太快 他们愿意慢下来 专注于内心世界 追求精神上的风营充实 比如顾凯之的绘画 王羲之的书法 刘邪的文学 更有山水诗人谢灵韵 放荡不羁 竹林气贤 真正的影视陶渊明 人总是在问 如何才能拥有丰富 而自由的精神世界 其实最有效的方法是 少关注物欲声色 多接受艺术 文化和诗意的心涛 严格林说过 读书时 女人产生一种情调 这情调是独立于 她们形象之外 而存在的美丽 对任何人来说 都是这样 我们可以多读书 最好可以陪着孩子一起读 除了读书 还可以进行旅行 走过的旅途 遇过的人文 看过的风景 都会让人思维更开阔 性格更豁达 甚至可以看看店 散散步 这都会收获心灵的平静 其实 追求精神风营 就是拥有一份 在生活之外的心境 做想做的事 平静填单 你的精神世界 欲趋向风营充实 你的生活便欲简单 活得也欲舒心 作家林清玄曾说 人生不过就是这样 追求成为一个更好的 更具有精神和灵气的自己 年轻时 林清玄工作很卖力 第六年就当了总编辑 同时在报纸上写18个专栏 主持节目 当电视公司的经理 还做了广播节目 林清玄时间亦是风头无量 成为大众眼中成功的人 他以为成功应该很快了 但事实不是 因为每天从早到晚 要开七八个会 还要和很多不喜欢的人 约会 应酬 生命的时间和空间被挤压 很难静下来 也没了幽默和浪漫 对曾向往的东西 失去了兴趣 林清玄的选择 和哲学家梭罗一样 辞掉了所有工作 到山上去闭关 去清修和思考 三年后 他下山时 路过一个水果摊 想买点水果 当时老板不在 便在边上等 这时 有一个路人过来问他 水果怎么卖 将他误认为老板 这也许就是生命的境界吧